針對這萌萌其實有一些應對的方法 黃哭 猛哭猛哭 我想說還要再喝嗎 這樣喝太多會不會吐什麼的 再加一些好了 就這樣加加加加 加到五六百夢 第一個讓我感覺很明顯的是 做起一旦建立起來 其實你就會很像那種 五招勝有招的感覺 就是OK啊 你今天睡久一點你就睡吧 那你今天餓了醒然後就行吧這樣子 嗨 大家好 我是陳倩 你的育兒好朋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省隊友倫夫千 AKA家庭工具人 今天這一集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叫做 寶寶猛掌棋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在媽媽間的這個特有的這個名詞 其實呢這個時候我們都會說 就是在形容這個時候的寶寶 真的耶會有一種好像怎麼一夜了 他就突然長好大的感覺 對 那其實猛掌棋呢就我所知啦 在醫學上他並沒有特別說 界定哪一個時段 或是真的有這個生理的狀況出現 只是呢就是大多數的媽媽都會有一個感受 寶寶好像在某一個階段 好像都會有一些共同的一個特徵 突然喝很多奶 對 或者是說突然變得比較不好搞 所以我們就給他的一個名詞 就叫做寶寶猛掌棋 那以後大家就聽到說 喔 對啦 你這個是猛掌棋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猛掌棋 有一些應對的方法這樣子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也想支持我們製作更多更優質的內容 歡迎暗底下的超級感謝來鼓勵我們喔 今天這一集呢 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猛掌棋這件事情 然後以我們家 該怎麼去做這個經驗上面的這個 分享給你們 然後還有我們的一些覺得有效的方法這樣子 我印象超深刻 就是我是新手媽媽的時候 那時候只有一台屁寶嘛 大寶 他平常奶量已經夠誇張了 我記得他都喝到240 他才剛出月中沒有多久 他就喝很多 然後有一天 我們先餵了一瓶240 欸 狂哭猛哭猛哭 我想說還要再喝嗎 這樣喝太多會不會吐什麼的 但是那時候醫生他有說 每個寶寶的胃口不一樣 他要喝你就給他喝 所以我們那時候又想說 再加一些好了 就這樣加加加加 加到五六百夢 然後喝光 我記得啊 五百多吧 對 然後喝光 然後很開心 然後就這種笑咪咪的這樣 我好像記得好像加不到四次應該是 反正因為我們覺得說 你再喝應該就是再多個60 這樣就夠了 就一直喝完… 就很誇張 那我必須要說 他那一陣子就是300多 平均帶多三四百 三四百 然後那一陣子呢 他就像吹氣球一樣 就本來已經很大字了 更大字了 我記得我那時候帶回台中娘家的時候 我媽就說 那寶寶是六個月嗎 怎麼看起來像一歲多了 就是超級大 所以我對這個階段超級有印象的 所以剛有提到了 就是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 猛掌棋的第一個特徵 就是怎麼喝都喝不飽 也就是說你可能平常 大概可能150ml 150ml 或180ml 突然呢 你會覺得他喝完之後 還會有很明確的在淘奶的現象 然後嘴巴這樣子一直淘奶啊 或者是說哭個不停啊 這個時候呢 很有可能就是我們傳說的猛掌棋 他的胃口大開這樣子 那第二個特徵是什麼 在猛掌棋的寶寶呢 他就會有一些 我們稱之為情緒上面的這個變化 他會有幾個階段呢 會比較容易躁動 這個情緒呢 就會讓他變得比較沒那麼穩定 那第三個呢 就是睡眠模式會改變 我覺得這跟前面兩個人一定有相關性 就可能我就沒吃飽嘛 或者是說我就覺得比較煩躁 不是那麼舒服 所以當然就連帶會影響到睡眠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認識一下 如果你的寶寶剛好有這三個情況 比方說喝不飽啊 然後胃口大開 比較焦躁一點點 或者是睡眠的模式突然改變 不論是越睡越久 或者是越睡越短 我們的孩子好像是越睡越久 心心啦 心心有一點點影響 那時候就是本來已經睡過了 可是在疑似猛掌棋的時候 那又突然變得沒有睡那麼長 一段時間過了其實又好了 每一個人家庭的這個寶寶 出現猛掌棋的狀況不一樣 就我們家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我覺得第一個讓我感覺很明顯的是 大概兩週到四週左右 大家會說兩週到四週他不是在越中嗎 你怎麼會說 很明顯的感覺 因為喝奶量改變了 出生的前一週前兩週 他們其實都喝很少 可是我們家的小孩出了越中之後都是破百 像木木那時候他出越中的時候 他其實喝到180了 他們說他其實是抓他喝120 然後我們跟那個護理師聊的時候 他就說他每次都超過 但他很能喝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明顯 我們稱之為猛掌棋的特徵 而且他不是說要分很多次胃 他一次就到地了 所以他就是很能喝喝的也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家感受比較明顯 我覺得兩到四週會有一個 那出了越子中心之後 當然他就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現在其實他一餐大概就是150到180之間 當然會有大小餐 可是他就不會像那個時候會忽大忽小這種感覺 那第二個時期呢 大概是在三四個月左右 其實進程的時候你會發現 他們被包進包住都怪怪的不會動 可是三四個月之後他開始會掙扎 默默是兩個多月現在他已經開始 他超級會解鎖我包進了 我常常說我才剛包好 而且我都包超緊 我都使出吃奶的力氣 然後他也使出吃奶的力氣來掙托 對 所以這個時候是 我們自己也滿有感覺的 就是很像類似猛掌期的期間 會不會是因為他要消耗比較多的 好像是就能量消耗比較快 所以他也要喝的比較多 那當然也會伴隨著他的這個活動量 會有一些睡眠的改變 對 有可能是突然睡到一半 自己想動一下 然後動一動自己就醒了 有可能 或者是白天動太多 然後晚上突然一直睡覺都不起來喝奶 這也有可能 對 就像木木現在有時候 就已經睡到10個小時 不起來喝奶的那一種 我覺得對於爸爸媽媽講 都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現在有些媽媽就會說 可是到底是要不要叫起來餵奶 我覺得在你還沒有讓他 就是有規律作息之前 其實是要叫起來喝奶的 因為你要讓他知道 這個時間要喝奶 這時間要睡覺 但是當你已經讓他已經有規律作息 已經一陣子的時候 偶爾會有這種突發狀況 我覺得其實可以看你當下的狀態 你是不是要把他叫醒 對啊 我還是那句老話 沒有人在叫醒寶寶的 我覺得寶寶能夠睡 對於他成長很有幫助的方式之一 那當然像先講的 如果你的作息正在建立之中 我覺得還是要讓他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作息一旦建立起來 其實你就會很像那種 無招勝有招的感覺 就是OK啊 你今天睡久一點你就睡吧 那你今天餓了睡早上就醒吧這樣 那我們家呢 我還有一個有深刻感受的夢想期 大概在6到8個月 這個期間呢 有一點像是他們的大肢體的肌肉出來了 會做啊 會做啊 會爬啊 甚至翻身也會翻得很頻繁 啪啪啪啪一直翻過去這樣 啪啪啪啪啪是忍者嗎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時期有點像是 生理上面的這個能量消耗又更大了 6到8個月就是我們剛剛講了 七夕八夕九幻雷 現在的孩子你不覺得都提早了嗎 我覺得都提早 真的 平均提早一兩個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6到8個月的這段期間 在我們家特別的感受就是 如果本來就已經睡眠穩定 在這個時期睡眠突然會有一些波動 我剛剛提到新鮮的例子就是 其實他也是滿早就可以睡過夜 但在這段時間呢 因為難保都很好動 所以他白天的時候呢 就會有爬來爬去 然後四處探索 四處好奇 那也因為這樣子 可能晚上會有一些反正性的動作 那也可能會做夢 也會比較有明顯的情緒 會有好像他要這個跟他不要這個 他會有一些他的想法 因為他手也會抓東西 有時候他要的東西就抓起來 不要東西他就丟掉 所以這個時候是我們家自己感覺到 滿深刻的就是第三個龍長期的這個階段 那講完這些呢 那不曉得就是如果你們家有寶寶 剛好在這個時期 是不是跟我們上面講的狀況一樣呢 那分析完我們家的 跟長期的這個經驗之後呢 就來跟大家講我們是怎麼去做應對的 首先呢第一個就是還是要滿足需求 有些媽媽會擔心說 這樣喝太多會不會不好 其實我們也曾經擔心過 所以我們有去問過醫生 醫生說真的沒有什麼不好 你就讓他喝 當然要注意到他吐奶的狀況 小心不要窒息這樣就好了 所以滿足需求以外呢 我這邊想要分享一個就是 我們其實一二胎跟三四胎 是有一點的不一樣 一二胎的時候確實對於 養育小孩這件事情呢 還不是那麼的熟悉 所以呢倩倩的時候就是會有一點的焦慮 是那時候他是情緯 情緯的情況他就會怕說 寶寶是不是就是都喝不飽 然後他自己會刻意的要去追那個奶量 那就會變得很辛苦 比方說本來是三四個小時一次 但是他覺得天啊他現在喝不夠 那我是不是要再給他更多的奶 可是我們到三四胎之後呢 我們的想法就不太一樣 就會變成是說 其實我覺得媽媽的心情比較重要 當一個就是行走的乳牛 會讓你的心情很不愉快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要體認到你自己的心情 真的不夠的我們就用配方奶去補 真的我真的覺得 媽媽不要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說 我一定要全母奶什麼的 對我真的覺得不需要啦 我覺得我算是一個放得過自己的媽媽 所以我覺得也因為這樣子 我不會有那種犧牲啊 然後覺得都是因為女活很辛苦啊 的那種感覺 這個對妻子關係有幫助 因為我對孩子就會比較有耐心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可愛 對而且我其實看他們哭 我是覺得可愛的 第二個呢就是要有耐心的去安撫他 因為我們剛剛講 他可能會有一些情緒上面的這個轉折 也會有一點點想法要或不要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耐心的陪伴他 因為你對他生氣對他大小聲 他除了感覺到你的情緒 他會更加緊張以外 他也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而且其實我覺得 爸媽的想法要知道說 孩子不是故意要為難你 他不是故意要讓你這麼麻煩 這麼不舒服 不是的 因為他也在表達他自己的感受 他認識到的方式就是先哭 所以我覺得可以轉換一個想法就是 他只是需要你了 或者是你有聽過我們的分享 或其他媽媽的分享 你對於寶寶突然變難搞這件事情 也有一點點認識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 好像我是不是做錯什麼事情 對 而且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做得特別不好 其實沒有 因為大家都一樣 所以爸爸媽媽都會遇到 其實滿類似的狀況 這個就是很正常成長期的一些特徵啦 那第三點呢就是 不要因為這個孟長期 而刻意改變了本來的一些習慣 好比說作息時間啊 對啊 睡眠的方式啊 孟長期是一時的 可是如果你一旦改變他的作息 那你後面要來做調整 你得再花一段時間 重新讓他適應新的這個作息 孟長期通常都是大概幾天 然後就不見 可是有可能很快再來 或者是隔很久再來 他沒有一個固定的週期 是 那又或者是呢 你可能改變了他的睡眠習慣 比方說本來可以躺著睡 但是因為孟長期就哭的真的太慘了 那我們就抱起來 然後他就習慣抱著睡這件事情 他就沒有要回去了 但我這邊想要澄清一點是 我覺得寶寶啊 就是哭啊 或者是說需要安撫的時候 絕對沒有說什麼 因為他現在睡覺 所以不能抱這件事情 我覺得正常的親子關係是 他有需求你去滿足他 只要說他躺著 你是能夠安撫下來 那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他能夠在我的懷抱裡面 感覺到安全感 可是他也能夠在 在他小小的睡眸裡面 感覺到一樣的安全感 好啦 那聽完我們的分享呢 你們對於這種就是 媽媽間的傳說 寶寶盟掌機是不是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啦 那以上的狀況呢 如果你們有類似的經驗呢 也歡迎在下面跟我們去做分享 你們家的寶寶盟掌機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那大家又是怎麼做應對的呢 好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也歡迎追蹤我們的粉專 還有我們的IG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by bwd6 還有個字幕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嗯 えー 來聊天 WHERE